楊仁議員 我想我們非常敬心為我們分享的這一段 那我想這世界上百分之整齊都是平凡人 大概只有5%的人才是會平凡的人 所以其實我們要誠實的面對自己 其實我們都是平凡人 那我想就是因為加入了七七一的大家體 讓我們重新可以學習成長 所以我想我們會有雖然平凡但不平凡的人生對不對 對 那再來我想要分享這一問 說他是我生命中的天子一點都不為過 自從認識他之後呢 我幾乎都跟著他吃喝玩樂過關 那他參與的公益活動的公益團體相當多 不是只有參與 他目前也是行動菩薩的發起人 那也是我們光基隆的執行長 他非常的忙碌 我知道他等一下要趕去趕開一場會 他今天真的是把時間印記出來的 那我想他除了是我生命中的天子之外 他也是很多小孩生命中的天使 我想我不要講太多 由他來替我們分享 我們歡迎聘族 我們歡迎聘族 我今天是白凡 賴潔玲 那我覺得說 來強調 不要講天使的這一部分 其實對我來講 我不是在做任何人的天使 我做行動菩薩做什麼 都不認為我在做任何人的天使 我覺得我只是在做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可貴的特質 我們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常覺得說動物他們可以落落強食 像我們的物盡天使 物盡天使 然後落落強食 但是對我來講 我在做這個公益裡面 我沒有去想到福報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你生活中你做為一個人 你能夠可貴的特質 你看到或是 你覺得你要有一個同情心去幫忙 也許是金錢上的 也許是物質上的 但是我覺得做公益是最簡單的 只要你是人 你有都有努力去幫忙 一句好話 你遇到一個年輕人 你就是他的天使 我最近今天有一個子女跟我講一句話說 他說咕咕咕咕 我覺得他心地很柔軟 他說咕咕咕咕 我從小受你影響 我覺得很奇怪 他說小時候你記不記得 有一次你帶著我要去南安瀑布 然後我們看到一輛糞車 就是拖那個農民拖著那個糞的那個大糞的車 他的手要機起來 這批車是我把它拉下來 他說這他回想跟我聽的 他說那時候他 他說姑姑你跟我講教說 你做這個動作一切是很臭 但是你做這個動作會傷到那農民的心 可是我已經忘記了 然後我們走到半路的時候 剛好前兩天有嚇人 就落了很多落石 然後我們就在剪 就在剪 因為我告訴他說 你別看這個小石頭 趕快一個摩托車過來 你看到 可是我已經忘記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我常在想我們大人的行為 實實在影響那個小孩子 我來分享說 這是我星期二 去羅作國小做的志工 當然光潭 為勤都有去 然後三三又有去 那我在去的時候呢 這個學校是我們今年8月1號 才開始任養的學校 前校66個 學校很大很漂亮 在田的中央 連遊覽車都沒有辦法過去 所以我們是用走路到學校 因為有男生沒辦法過去 但是這個小孩子66裡面 有31個是外籍新娘的孩子 那這外籍新娘的孩子裡面 我們要來 從來沒有文化刺激過 所以我們要來辦這個活動 說老是比我們還緊張 他說到底你是要回覆什麼 啊 錢拿來就好 你歸覆這就不一樣 很痛 結果報名有47個志工 我們其實只要10幾個志工 而且是星期二大家要上班 有47個志工過去 光潭的問題 他們都請家來幫助這個忙 那我在這個過程中裡面 你們可以看我 在小孩子的回憶是很多 然後我們當然去辦了很多 呃 名化我們回憶 然後我們辦了很多的那個 遊戲啊什麼的 連龍堡的張力 他已經是箭頭功能以上 這麼 吳春山 然後在35度的底下 每個人都穿這樣子 是熱到不行 我們回去每個人的衣服 後面都片一片的煙花 可是大家是很興奮的 那你覺得說他們坐這裡有什麼 你會覺得說 欸這個小朋友有什麼意義嗎 啊他會覺得有什麼意義嗎 然後老師第二天寫一封信給我們說 你們是好奇怪的團體啊 啊 然後他覺得很感想說 那個小孩子好像被啟花了 像他們在呃 這邊有荒唐在跟他們拆錢 得到千萬 那小孩子從來沒有拿過數位箱子 這樣的一個獎品 然後好多人就很套錢 跟他講說 欸什麼叫數位 你弄給我們看啊弄給我們看啊 然後我們在採接的時候 很多那個鄉村的那個阿嬤 跑出來看 他說欸 那不是亞生的 是很奇怪的 那我才知道說那個地方真的是 這是在台 彰化寺 不是很遠的地方 車子只要四十分鐘 可是他們文化落後 竟然不成像是這麼的遙遠 四十分鐘的記憶 我覺得是千里的遙遠 那我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是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做的不是說 我們在當時做這個東西 是這麼的慎重的 告訴我們的志工 你有心情信念 告訴他們在講話的時候 要跟小朋友講 你們要有自尊的 不要讓他們覺得他們是 能被受得者 在師跟受的時間 誰得到誰成就 誰我們都還不知道 也想是成就我們 那 那